靠,你别打了,再打这个电话我也给你拉黑 姑娘,这个电话你再拉黑的话 你就永远也别想见到阿亮了 你是哪个聪啊你 我是有百万粉丝的歌手阿老天 阿亮给你点了一首歌 他哄女友的方式越来越花样多了 但是我也没那么好哄的 你去告诉他,我闺蜜说了 能让他轻易哄好了,那他以后还会珍惜我吗 哈哈,美女,你想多了 你听听他说的话吧 他说,前天我们吵架之后 我又看到了那熟悉的感叹号 消息发不出去 我知道你有顾忌重演 我知道我又要破碎了 还记得第一次被你拉黑 怎么都哄不好 后来我借了两千块 给你买了最喜欢的裙子 你才同意了 后来你的胃口越来越大 慢慢的,我开始吃不消了 吃不消? 吃不消谈什么女朋友啊 那是他没本事 不要怪女生好不好 哪对情侣吵架 男友不买礼物哄哄的 难道就咚咚嘴皮子 我就同意和好了 那我也太廉价了吧 但是你拉黑我的次数越来越多 我真的无能为力了 我月薪三万 最后连房租都付不起 我在想我到底图什么呢 一次次的妥协 换来的是你变本加厉 胃口越来越大 对不起我撤了 及时止损 谁愿意接盘谁接吧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这么,这么赌事来还我的 其实我,我闺蜜告诉我 男人就是要多花心思多花钱 自己才会被珍惜啊 我,你能不能帮我挽留下呀 我不闹了,行不行 我把他从黑名单里拉出来还不行嘛 美女啊,我可以当接班侠 你要不要考虑考虑我呢 哈哈,我给你开玩笑的 我才不要你呢 我们的爱情到这刚刚好 剩不多也不少 还能晃掉 我应该可以把自己照顾好 我们的距离到这刚刚好 不够我们拥抱 就挽回不了 有你爱过的人 不该计较 不该计较